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政府宣布111年度的总预算案 岁出及岁入预算都是211.7亿 比110年度略少 主要是今年度是前瞻预算的执行高峰 不过整体预算规模仍然维持高档 而除了维持零举债外 市债部分更从103年的最高点 124.29亿元 下降至76亿元左右 金融市长 金融市政府年度预算规模年年增长 110年度达到最高峰215亿元 111年度虽然略微减少 不过整体预算规模能维持高档 比109年度还多 将更有力量推动市政 在104年的时候 我们预算规模大概是163亿 逐年的一个增加 105年就增加了11亿多 到了174.9亿 那到了106 172.8 177.1 那到108 194.2 到109年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突破到 规模达到了200亿元 在110年突破200亿到 215.5亿 那刚刚有说过 这个大概就是前瞻计划的一个执行高峰 我们今年虽然预算稍微减少一点点 不过最主要就是因为减少了 前瞻计划的相关的这些经费 包括刚刚在讲的 学校的电力的系统 还有包括有部分的停车场的经费 稍微减少一点 不过我们110年的预算 其次是社会福利及经济发展支出 各占18.44% 及13.32% 另外金融市政府从104年度开始就维持零举债 债务余额更从103年的124.29亿元 年年下降 110年底 预估是在可降至76亿元左右 债创新低 之前在103年底的债务余额是124.29亿元 到了109年底的时候 只剩下77.25亿元 那我们预估在今年底 金融市的一个负债的一个余额 会再进一步降低 大概只会剩下76亿元左右 然后我们在明年 同样是维持债务临成长 所以我们金融市这几年 不只我们的预算规模 逐年的一个增加 我们的债务的余额 也逐年的一个降低 我想这个在全国各县市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 金融市政府111年度总预算案 将送交金融市议会审议 林游昌也期盼能获得市议员支持 让金融市政府推动市政建设更有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受到轻度台风原归的影响 中正公园一棵60到70年大树 竟然是倒下了 横跨围墙阻碍了巷弄交通 还好没有搏击人车 大自然的力量令人称奇 老龙树连根拔起 阴身倒下 树干横跨在围墙上 枝干还倒在下方的道路 阻碍车辆通行 金融长的大龙树 11日晚间7点多 不敌远规台风的风雨 树根直接断裂 这一棵树至少有60年以上的历史 然后除了风大以外 可能树根也已经虎秀了 然后就是 它自然快要倒塌了之后 再加上昨天的风那么大 就整棵把它吹倒这样 回想到前一天 里长还是心有余悸 因为老龙树 助力在中正公园游戏场下方 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 就连平常在这里 牵扫的环保局清洁队员 都觉得大自然的力量不可思议 对啊 整块都倒下去啊 好大一棵喔 它竟然会倒掉 是等于风很大 对啊 不然它怎么会 由于老龙树体积庞大 枝干又粗又重 市政府公园管理科 上午派出了十多名人力 先用电锯将树干分解 再请吊车把树干吊走 那昨天看它的那个重量 非常的重 那所以呢 昨天我们本来市政府 请那个工班来 那想说一般的小吊车就可以吊 结果后来还是先回去 然后用这个晚上切割的方式 然后来处理 那昨天的话我们工班的话 等于说一整夜都在这边 原归台风 十一日晚间最接近台湾 基隆出现了间歇性的 强风和大雨 还好都没有传出重大灾情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廉价后上班第一天台铁又出现了意外 台铁七堵站到弃止站七点左右 发生了电车线电力异常事件 所幸事故很快就排除影响不大 月台上通勤族连忙搭上火车 就怕上班来不及 廉价后上班第一天上午七点多 台铁七堵自细指尖 却传出了电车线电力出现异常 地点在六堵工业区路段 受到强风大雨影响 一根电线被吹落 台铁紧急派员抢修 基隆早上 风强雨大 这起事故一度传出 台铁只能够单线运行 但台铁基隆站紧急应变 让列车影响范围缩小 我这边的话 在我电车电影响 我基隆这边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大概有个几列次玩的商品 好在台铁紧急抢 好在台铁紧急抢修 电力异常情形 在上午十一点修复完成 班车误点情况不严重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安乐区 国家新城社区 每天上班尖峰时间 都有许多货柜车同时出车 导致乐立三街回堵严重 旧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接货反应 直接到现场实测 发现光是从国家新城的牌楼 到乐立三街还迈进路口 这一段就要开上15-20分钟左右 因此邀请基隆市政府 相关单位会刊寻求改善 安乐区国家新城社区 由于每天上班尖峰时间 都有许多货柜车同时出车 导致乐立三街回堵 十分严重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接货当地里长 和民众反应后 直接到现场实测 发现光是从国家新城牌楼 到乐立三街和迈进路口这一段 就要开上15-20分钟左右 因此副议长林佩祥特地邀及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等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寻求改善减少塞车回堵的方法 大型的货柜车跟连接车 从台楼这边直接往下行驶 造成说在上班时间的时候 我们国家新城方面的好朋友 要上班都相当困难 那佩祥刚刚刚也自己开车 跟着交通处一起 我们从台楼这边往下开 发现说如果说要能够顺利左转 在交通时间最密集的时候 也就是7点40分的时候 从台楼这边要能够左转上迈进路 要花高达15分钟以上的时间 所以佩祥在这边 请市政府回去 以他们市政府单位的名义跟公权利 去跟上次货柜的业主来做协调 希望在7点到8点之间 能够限制大货车跟连接车的车流 好让我们国家新城方面的好朋友 能够通勤的好朋友 能够安心上班 林佩祥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上班尖峰时间是否可以减少货柜车 同时间出车的情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重阳节前夕 基隆市长林佑昌 专程到中山区访识百岁人瑞林才祥先生 并代表总统蔡英文致赠金锁片 加上市政府的红包为人瑞祝福祝寿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俊峰和中山区公所区长陈信雄 以及当地里长谢万利和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等人陪同下 重阳节前夕 基隆市长林佑昌专程到住在中山区西定路 现年满100岁的人瑞林才祥家中拜访 并且亲自为人瑞带上总统蔡英文致赠的金锁片和敬脑状 同时也致赠市政府的红包和羊驼被 祝福林才祥阿公 健康长寿吃肉粒 阿公你两年没用健保塔 市长林佑昌也开心的和林才祥一家人合影留念 也祝福仁瑞以及全市长辈们重阳节快乐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快到了 我们今天特别来西定路这边探视百岁的人瑞 看到这个阿公很健康 而且他刚刚在讲他有八个子女 然后孙子就有二十五个孙子 那只有孙子不能算 那这个儿孙满堂非常的幸福 家庭而乐 所以看到他身体很健康 我也代表总统 还有包括我们市政府 来制证这个金牌啊 还有这个敬老状 还有相关的一个礼物跟红包 那也在这边要祝我们所有基隆士 所有的长辈 大家都平安健康 身体健康 然后心情愉快 我想家庭幸福和乐最重要 另外市长宁又昌也特地为基隆士 卫生局保健科 录制1966 长照咨询专线的宣传短片 希望让更多有需要的民众知道 有任何长照服务的需求 都可以拨打1966 长照专线咨询 基隆士长照咨询专线1966 为你长照咨询专线 卫生局保健科将把 包括市长林又昌在内 所有录制好的宣传短片 放在保健科脸书FB上宣传 加强民众对1966 长照咨询专线的印象 并且加以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你长得牢牢牢 参拜感受罚醒 想工作却跟不上现代科技 为了协助银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 真彩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老奥老 所以不偷到喔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杀银银排包 断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行行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供这时 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新楼市政府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由金融市文化局主办的2021 向大师致敬 彩虹灯塔影展活动正式开跑 由金融出身 获奖无数的知名导演周美玲 进行策展 集结台湾三十年来 七部大师级的经典电影 十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号 在金融秀泰影城上映 十月十九后起 在金融市文化局的脸书粉砖 开放线上锁票 影诊期间 还将邀请蔡明亮等电影人 出席讲座 有兴趣的民众 千万别错过咯 从蔡明亮指导的青少年罗诈 杨雅哲的女朋友男朋友 张作记的《醉生梦史》 黄慧珍的《日常对话》 到周美玲的《刺青》 《艾莎》 及纪录片《诗角落》 基隆市文化局 特别邀请基隆出身的知名导演 周美玲进行策展 集结台湾三十年来 七部经典大师级电影作品 举办《基隆彩虹灯塔影展》 周美玲表示 基隆的在地民俗文化 已经成为她成长的记忆 对自己的作品影响很深 这次重新上映这些 或国际影展或金马奖肯定的作品 想让民众能更了解 台湾多元性别议题的发展历程 我所有的作品都跟基隆的在地文化脱不了关系 可以说我的作品里面都在讲一个字 就是度 超度的度 就是这跟基隆的每年的中元季放水灯 这些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海港城市带给我们的 带给基隆一种慈悲的 这种慈悲而善良的底层的底蕴 孕育了很多的文化人都善良而温柔 这是基隆市文化局向大师致敬活动 希望借此发掘荣耀本市杰出艺术人士 也邀请更多人加入成为基隆人 基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一个海港城市 那有非常多的人才在各个角落默默的发声 然后为基隆做一支一支的贡献 那我想透过向大师致敬的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发掘更多本市的杰出的艺术家 然后邀请他们来基隆策划主题性的艺文活动 希望这个城市能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艺文性的主题表演 周美玲老师她非常的年轻 但是其实她是在导演界 在电影界 影艺界里面 其实是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周美玲老师的这个能量 还有她的一个人脉 让更多的艺术的创作者 重新发现基隆 重新认识基隆 重新爱上基隆 然后甚至是变成基隆人 那基隆人是广义的 是非常开放的 就像这个城市的性格一样 所有来到基隆的人都是基隆人 基隆采用灯塔影展上映时间 从10月29号到10月31号 在基隆秀探上映 采取线上锁票方式 10月19号起 在基隆生活局脸书粉砖开放锁票 影展期间 还将邀请明导蔡明亮 张作记及平爱莎 夺得第23届台北电影奖 最佳女主角的杨敬等电影人出席奖作 欢迎民众来基隆回味这几部大师级经典电影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位在基隆地标下方 2017年废校的太平国小即将华丽变身 成为山海书店 在基隆市政府规划修缮拉皮下 10月23号 国内知名连锁类独立书店集团青鸟书店 将进驻开店 基隆市长林悠昌 希望这促能鸟看基隆港的老校舍 变成新的旅游景点 并透过阅读来启发民众对这座山海城市的无限想象 背山面海作用无敌基隆港美景的太平国小 因为学生人数过少 在2017年吹习登号废校 并一度成为山海工作营 及基隆市政府规划重大市政建设的秘密基地 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出方便近日积极进行修缮 包括外观拉皮及内部整修等 约三分之一的空间将委外经营 10月23号由知名的连锁类独立书店青鸟进驻 成立太平青鸟山海书店 基隆市长林悠昌希望借此让老校舍华丽转身 成为基隆新的旅游景点 也期盼透过阅读开启民众对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无穷想象 10月23号我们太平青鸟即将要开幕 那欢迎大家到时候到太平青鸟来看看 绝对也会提供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角 也会对基隆整个文化还有这个整个一个艺术历史的一个深度 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书店不只是书店 其实书店是一个城市价值跟观念驱动的一个引擎 所以我相信太平青鸟的一个进驻 也会带给基隆市更多不一样的一个能量 其实青鸟书店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家书店 那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他们也进驻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 那特别我们在太平国小 它本来是一根小学 然后是我们废弃 那之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们作为秘密基地 很多的大的计划都是在这个地方推动跟执行 那在这个阶段太平青鸟的一个进驻 我相信也是代表着 不只是太平国小 也是代表着整个基隆市城市 进步翻转的重要的一步 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太平青鸟将在10月16号 10月17号 及10月22号市营运 10月23号及10月24号 则有系列活动 初期规划营运时间为每周的周五周六 及周日 如果市场反应良好 不排除增加营运时间 至于校园剩下三分之二的空间 将继续作为基隆市城市设计 都市整合 与地方创生的交流与讨论平台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根据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发表的研究 老人厌食未来衰弱的几率比普通人高出2.5倍 失能的风险也显著增加了40% 因此董事基金会就呼吁又注重长辈的进食状况 也分享银法族友善食品的重要性 当日常饮食也成为病痛来源 吃东西就不再是享受 银法族一旦出现吞咽困难 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衰弱 肌力体重下降等多重不良状况 也会加速失能 董事基金会呼吁民众多观察家中长辈进食状况 在没有减重的情况下 体重无预警下降也是重要警训 很多时候到晚年都或多或少有 这种吞不下厌食的情况 那我们其实可以观察老人的身心状况 或他进食状况 或者是体重的不明原因的下降 都是一个警训 其实我们盛行率还蛮高的 大概有10个老人 就会有厌食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不是含医院的 就是一般的住家的老人 那这样的情况蛮普遍的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我们只要吃不下 我们身体就会虚弱 然后我们就会酿不良 然后我们得到其他的疾病 可能性就增加 各位如果注意的是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如果各位摸摸你的猴头 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猴头会往上伸起来 这个身的动作 其实是把我们的呼吸道关闭 那你可以想象 年纪比较大的人 常常这个身的动作 或是你因为年纪比较大 就会松松的往下掉 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吃东西的时候 对比较快速的食物 或是比较混杂性的食物 就容易跑到气管去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物吸 那其实这个也不一定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其实各位 我相信你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喝水喝筷子的时候 也会呛到 但是你们并没有产生吸毒性肺炎 因为你们在呛到的时候 常常会咳嗽 那很多家属很紧张 这个吃东西常常咳嗽 其实咳嗽表示 你食物跑到声带上面 它把它咳出来的 在某一个程度是 一种保护作用 如果你完全吃东西 呛到跑到肺部都不咳嗽 反而是比较危险的 董事也推广 引发友善料理的重要性 能够帮助老人家增进食欲 与方便性 有了胃口 就能将吃饭当作享受 我们希望说 这个好咬好腿安全喝 那我们可以提供老师 比较嫩的部分 比如蔬菜叶子 比如说我们的肉是 这个拍打的 清割断筋 然后按摩拍打 那它变得比较嫩 那或者是用一些软化 像凤梨酵鼠 一些嫩筋的方式 让它软化 那甚至我们就是去骨断筋 这个要特别注意 然后而且液体和固体 一定要分开喝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 国人平均年龄 虽然上升 但不健康余命 却闯心高 晚年平均有8.5年 深受卧床及身心疾病之苦 也代表着长命不等于好命 因此越是晚年 越该注重饮食营养与均衡 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关键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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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啊 那個網址你別亂點啊 應該是騙各知的釣魚網站 怎麼可能 上面的圖片沒錯啊 有這種活動都是官方發布訊息 你看這個帳號旁邊並沒有通過認證的 綠色、藍色盾牌、粉絲頁 也沒有官方認證的藍勾勾 啊我已經加入了怎麼辦 你先檢舉並封鎖這個假帳號 然後趕快更新你的密碼 這麼嚴重喔 下次不管是看到 檢訊、email或是網站連結 不要隨便點選 對於詢問個人資料的信件要提高警覺 切勿因貪小便宜點選好康連結 定期檢查網路交易紀錄 及更新網站密碼 才不會落入詐騙圈套裡面 好康連結別亂點 保護個資才安全 吉拉兄你打疫苗了沒 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很久了 我想要跟你近距離的決鬥 吉拉兄 聽說施打歪歪疫苗 可以讓你改變記憶 變得更加威猛 你這麼弱 要不要來記啊 你這個笨蛋 知道散佈疫苗不實消息的後果嗎 散佈有關疫苗任何假消息 是要被處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病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嗯?我現在就要打一九二二監舉你 哦!那樣咧 防疫不可鬆懈 也不要亂散佈假消息 更要時時刻刻保持社交距離 不聽話的話就會跟金剛一樣喔 我不敢了啦